你好,我是陈凤馨 很高兴在周末的时候跟大家聊聊天 谈一谈我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看到的一些状况 然后提供一些分享给大家 好,那么今天要来谈一谈特斯拉 我觉得特斯拉应该是遭遇到大麻烦了 之前当然我们其实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有关于在销售电动车 或者至少从新能源车的领域上面来看的话 比亚迪已经超越了特斯拉 它的销售数量成为全球第一 当然其实就纯电动车而言的话 比亚迪跟特斯拉还是互争霸主的地位 但是比亚迪的成长的快速到今天为止 其实都还没有停止 可是特斯拉的状况是 首先它在中国大陆的这一个 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 已经节节的失利 这一点我们清楚的看到说 当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也不只是比亚迪 然后你看到有许多的电动车的这些新势力 不管是理想 或者是当华为进来了之后 它帮助了很多的这些汽车的这些产业 利用华为的系统 然后去打造自己的借系列的这一些电动车 那么现在至少赛利斯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成绩 这一些当然都会形成特斯拉在整个中国大陆市场当中极大的压力 而在中国大陆市场之外的 比如说像是东南亚市场 或者是全球南方市场来看的话 那么特斯拉是更难跟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一系列的这一些相对的低价 而这个物美的这一些电动车来比拼的 但是我觉得特斯拉现在最大的麻烦 都不是在来自于这些市场 而是来自于欧洲甚至于美国 那么我看到最新的资料是欧洲 他们的这个顾问公司做了一个统计 7月份最新的汽车销售的数字公布了 在电动车的部分 那么整个的欧洲市场其实衰退了5% 这不让人意外 因为从瑞典 德国取消了一些补贴 甚至于完全不再补贴之后 那么欧洲的市场它的成长性就开始停滞 甚至于衰退 尤其是当中的大陆的电动车内卷的很厉害 然后大家都消价竞争 包括了特斯拉也跟进了这个销价竞争之后 那么电动车的二手车市场就表现越来越糟 那你可以想象就是买一辆车要思考的问题非常的多 除了我现在如果以电动车来讲 电动车充电的问题 然后它的这个维护的一些问题 很重要的是 如果有一天我要换车了 那车子的二手价那么将会决定我在享有这个电动车 这一段期间我到底实际上面付出的成本是多少 所以不要看我现在买多少钱 如果我买这个车子200万 但是我卖的时候它只剩下80万 那我拥有它的这一段期间我的成本是120万 那么如果说今天我买还是200万 可是我卖的时候我还可以卖150万 然后我就随便假设 那我的成本其实只有50万 所以同样200万的车款 它的实际上面的成本是不太一样的 那因为现在电动车的二手市场 降价的速度非常的快 这个也是让很多人呢 那么在买电动车之前 觉得犹豫的重要原因 可是整个大环境不好是一回事 如果大环境不好 大家都一样不好 你还是独占凹头 我觉得问题还没有那么的严重 可是呢最新的报告是 当欧洲整体的市场 那么减少5%的销量的时候 特斯拉是减少幅度最多的 减少了16% 比平均数要来的低非常的多 一均突起的是B&W B&W的电动车系列卖得非常的好 那么以这个年增率来看的话 年增33% 其实在豪华汽车这个领域当中 我特别注意的也是B&W 因为B&W的转型到目前为止 都还不算很成功 那么福斯或者是我们看到 这个美国的一些品牌 他们的电动车有各式各样 不是那么吸引人的地方 但是B&W的这一系列的电动车 至少从台湾的市场 因为台湾的市场当中 没有中国大陆的这些品牌的 竞争的情况之下 B&W本来就在台湾的表现不错 那么只是它在中国大陆来说 因为它的竞争对象都太过拥有竞争力了 所以它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量 表现不是那么样的好 可是它在欧洲就表现很好 这是一个很大的警讯 当B&W一经突起 而且B&W的7月份的销售量 超越了特斯拉 成为全欧洲销售最好的电动车 所以特斯拉它不只是失去了 在中国大陆的龙头地位 它就连在欧洲都失去了龙头地位 而美国的电动车衰退的速度 其实是更快的 因为美国还有高利率的问题 还有他们的充电桩 在整个的政府鼓励上面 其实是做得很糟的 尤其是地方政府 只要是共和党所主政的这几个州 他们要装设充电桩 其实没有任何的政府上面的 鼓励的情况之下 使得他们这一些车主们 如果要买电动车 要做远程的旅行的时候 就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障碍 所以在美国的电动车的销售 其实一直没有办法达到像是中国大陆 或者欧洲的快速成长 所以当特斯拉自己的本土的美国市场 遭遇的是大环境 极度恶劣的一个环境 然后在中国大陆面对的是 竞争上面已经出现了一些败向 而在欧洲都已经有了强大的竞争者 就是B&W 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豪车的这个世界当中 如果有B&W可以做选择 那么特斯拉长年不变的车款 会不会反而成为被嫌弃的理由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他所遭遇的大麻烦 其实这一点我就必须要说 特斯拉真正的大麻烦是来自于马斯克本人 我印象很深刻 那个时候马斯克他想要收购Twitter 然后当然现在已经改名为X 他在收购Twitter的期间 他就要邀请很多的私募基金 跟他一起去投资Twitter 然后买下Twitter之后 然后改成X 其实他是有一个很远大的梦想 就他希望他想象中的这个社群平台 他不只是大家交换意见而已 贴贴文而已 他希望能够做到的是 他可以像微信一样 他可以像支付宝一样 就他是一个全功能的 包括了所有的支付系统 所以你可以想象他是 计划把它作为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生态系 我们生活当中的 所有的各个面向 都要能够做得到 所以不是只是彼此之间交流 发文 有多少人追踪 广告 那都对他来讲 那都是小case 他真正要的是 把所有全球这种支付系统的 这块饼都要抢食 相当大的一块 那听起来是一个很美好的未来 我这样时我其实还特别 请教了当时还在研究 还在做滴滴做净职调查的 这个私募基金的人 我说那这样子没有风险吗 他们说最大的风险 就是来自于马斯克太好动了 我这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马斯克的兴趣是太过广泛了 以至于当他一旦转移了他的兴趣 然后就专心的去做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原本想做的这一件事情 他就不能够分心过来 好好的把他这个打理的非常的成功 其实想想也是 他既有特斯拉电动车 然后他有SpaceX 那个是太空探索 他还有那一家Boring 就是要做快速的旧金山到洛杉矶之间的 那个高速的运输的这个系统 然后他还有这个Neuralink 就是人机界面的公司 然后同时他还有X 我最近听说呢 他对机器人很有兴趣 他已经投资了一家机器人 那他的目标是希望把它打造成为一个 通用型的人形机器人 你知道那个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一种 比如说就下面是长轮子的 对不对 然后比如送餐型的那些机器人 虽然看起来好像有一个头 然后有眼睛有嘴巴 然后呢有手 但是呢他的手是不够精巧的 然后他的脚其实是轮子 不是像我们两只脚 所以所有的障碍物 他都可以轻易的用双脚的方式 跨越障碍物 那当你是用轮子的时候 障碍物只要幅度比较大 你很可能就会翻倒 所以呢轮子跟脚比起来 其实脚是可以适应各式各样的路面 所以人形机器人的灵巧的手 然后触摸感极强的这个手指头 以及呢我们灵活的双腿 事实上在地球活动而言 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一类的人形机器人 他当然挑战非常的多 我们看到说这个黄仁勋呢 曾经在他的展示会当中展示了一些机器人 那都是属于真正就是有手有脚的 人形机器人 他当然还有很多的功能有待开发 那所谓的通用型人形机器人 简单来说就是现在人 可以做的 需要动手动脚的事情 他通通都可以做 任何事情都能做 然后呢 所以他的那个触摸的 这个触觉啊 各方面啊 都必须要达到人的标准 那这种通用型人形机器人 以后会是一个很大的产业 就现在而言 还有很多点必须要去突破它 这个有兴趣了 他现在有兴趣在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当他对于SpaceX的 探索太空 还是那么样子的兴致盎然 当他对人机界面的问题 还是这样的兴致盎然 当他对机器人 也那么样子的有兴趣 当他对于美国的总统选举 这么的有兴趣的时候 他还能够分多少的注意力 在特斯拉身上 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你就知道 一家成功的企业 要成功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会让我想到 巴菲特在投资 任何一家公司之前 除了他的产业前景 然后他的财务报表的 过去的表现 尤其是他的股东权益报酬率 这个数字的表现 然后更重要的是 他要直接的跟经营团队聊天 他要观察这些经营团队 这些经营团队要符合他认为 可以永续经营的条件 他才会全力的投资 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马斯克从来没有喜欢巴菲特 因为觉得巴菲特的投资 都太boring了 太无聊了 我想巴菲特真的都不会考虑 马斯克的公司 因为那真是一个经营团队 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公司 各有千秋 但是我觉得特斯拉 现在所面对的问题 他其实是需要领导人 好好的去面对 而且去全力的去处理它 否则的话 特斯拉的麻烦 恐怕才刚刚开始呢 好的 我是陈凤馨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 过去所观察的一些事情 不要忘了 下个礼拜见 拜拜 我是陈凤馨 我来带风向 我是陈凤馨 我来跟风向 现在最重要的风向 就是要订阅雅虎TV 雅虎TV是研究机构评鉴 台湾最有影响力的 国际评论频道 风向龙奉沛在雅虎TV 记得按下订阅键 YAHO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